解放大西南是谁负责的 很多人估计会说 那是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 其实这是不完全准确的 第二野战军是从川东进入四川的 当时川北也有一只雄狮 由贺老总统领 这是参加解放大西南的另一支部队 所以解放大西南由刘邓和贺老总共同负责 西南军区成立后 贺老总是司令员 巧合的是刘邓兜属龙 贺老总呢明龙 所以那是三龙入川解放大西南 确定由贺老总从北面入川后 主席专门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准备带哪一支部队入川 这里需要说的是 当时全国战场编成了五大野战军 贺老总不是任何一个野战军的首长 所以他手中无兵啊 那就需要带别的部队入川 贺老总曾经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 也是120师的师长 他可以选择这些老部队 指挥起来顺手不是吗 很多人认为贺老总会选择这些老部队 可是结果并非如此 贺老总考虑这些老部队 大部分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 正在跟随彭老总解放大西北 任务十分艰巨 他们熟悉西北战场的情况 而且早已经习惯了彭老总的指挥 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开很不方便 所以贺老总回答主席说 我还是带第十八兵团入川吧 为什么呢 十八兵团可是华北战场徐向前带出来的部队 三位军长张祖亮 韦杰和刘忠 没有一位是贺老总的部下 带着不熟悉的部队能打仗吗 贺老总却依然选择了第十八兵团 不过很多人表示并不理解 尤其是当年贺老总的老部下们 他们就问贺老总 为什么不带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老部队呢 贺老总十分严肃地回答说 为什么一定要带自己的老部队呢 要知道所有的部队都是党领导的 不是某个人的 如果一定要指挥自己的老部队 那还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 这就是贺老总 光明磊落 高风亮节 没有任何私心 党性崇高 没有任何私心党形态